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国的学员 当你们在美国拥有了你们的幸福生活的时候 你要去为中国的13亿人去思考 去努力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采取合作 合作的方式 尽管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批评牛小郭 跟中国政府合作 认为这是一种同乡主义的路线 其实我们搞民族军动不是搞自贵政策 我们其实就是要和平的争取我们的权利 和平的争取权利的过程当中 就有合作这个条件 所以不要认为合作就是背叛 合作就是投降 只有合作我们才能够有所收获 第二个第三个呢 必须要坚持人权高于总权的利润 人权是至高无上的 当我们落地的这个时候 所赋予我们的权利 就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美好的生活 一个政府 我们把我们的权利和政府进行了交易 叫契约 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能够给我们享受的权利 但是当它剥夺了我们的争取我们工作的权利 言论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有权提出抗争 当然 邮小波是一个愿意为自己 愿意为这个 为了我们大家 愿意坐牢 把牢坐穿的这样决心的人 所以他是我们 应该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每个人 可能很多人没有坐过牢 不知道在牢里的那种感受 那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一个人在牢里 度过一年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开始思想麻木 当一个人在牢里